你的主層體是蜜蜂,你可以足房在山上和樹上以及人們所建造的蜂房裏。 然後,你從莓果實上吃一點,並順福地遵從你的主的道路。 將有一種顏色不同,而可以致病的飲料,從他的腹中套出來。 對於能思維的民眾,始終確有一個跡象。 動物擁有獨特技能的奧秘是由真主次遇的。 不僅是蜜蜂,還適用於所有的生物。 當檢視其他自然界的建築師時,我們就更能清楚明白這個真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看到这个小湖 较早时并不是一个湖 准够一点来说 以前是没有这个水池 只要坚固的卵石在干戈的泥土上 但是一群勤劳的工人 建成这个水池 其实这群勤劳的工人 就是可爱的河里 河里一齐生活 就为了一个大家庭 他们在水池的一旁建立自己的家 故事是由一次一红的河里开始 他们建立自己的家 一对河里会建立它们的家在河上 但是它们必须阻挡水流 为此它们采用的方法 和人类沿用数百年的方法一样 就是建造一个蹄蚤 建造一个蹄蚤 建造一个蹄蚤前 首先它们找尋所需的材料 包括树干和树枝 河里走到河流附近的森林 将树上的部分树叶是钓 最重要的工作是切断和推倒树架 它们非常熟练地去咬断树架 有趣的是 每当河里咬到树干之后 树经常会向水的方向倒下 首要的工作是将树切断和推倒 河里分开树干和树枝 这个时候 它们开始建筑提霸 使用树材杆 用刖籠口将树枝放在最大树干前面 这个工作需要极大的耐性 两只河里平均一年切断四百棵树 它们将树枝 和人类平均一年切断四百棵树 他們將樹芯和樹枝分開 再拖到提拔前 河里經常利用梅牙去咬建樹幹和樹枝 因為他們經常使用梅牙 梅牙就會很容易損害和破爛 河里的餓骨是特別為這個工作而設 他們尖約的梅牙會繼續生長 正如人的指甲一樣 跟著創造河里 並為他們創造特別的梅牙 以方便他們的工作 河里特別的身形 使得他們在水中容易遊行 他們的腳又撲 使得他們軟於泊水 他們的尾巴就此個巨大的獎 看到他們可以搶名 和你充滿熱誠 不停地建造房子 他們純粟地整理大樹角 和細樹枝 應該立即體巴入戰擴大 會不會賺到水中 是在水中的水中 是在水中的水中 也有一個有些水中 在水中有水中 適合做成功的光 當堤壩擴大時,堤壩前的水位就會升高 新陳幾個月後,一個大水塘的排巴就在後面形成 但當水浪漢大時,和你必須廣固堤壩和維修任何裂縫 他們非常有耐性地去完成這個艱鉅的工作 分成幾個月後的成果,換成一個洞穴的景點 向前方的路由,開放大股、大股落性地町 向前方以為出現的任何? 已經到處置了一步,出現了一步 會被迷回到海土洋中的氣坡 有防禦物人會奇跡